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访美行程 抵达了最后一站洛杉矶 这一趟行程 他大打亲美牌 提出了国民党亲美不亲中 对于两岸关系则提出了 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朱立伦要撕掉国民党亲中反美的标签 但是却引爆了深蓝支持者的不满 对此在洛杉矶的反台记者会上 朱立伦缓夹说 国民党坚持一贯立场 反台独 尊重九二共识 求同损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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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迪多山基侨胞到场送花牌照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走天访美时营来到尾声 这次到美国除了接牌国民党驻美代表处 虽然是国民党回来了 也表达美中台三方关系 国民党是亲美不亲中 还加码亲美反共 亲美就是亲民主亲自由 这是我们国民党一贯的立场 为撕掉反美标签大打亲美牌 只是两岸关系里 被视为国民党定海神针的九二共识 朱立伦也有新的注解 不仅在华府演说 没提及九二共识 回应媒体提问时 则表达九二共识就是没有共识 引罚中国和部分深蓝支持者不满 似乎也是在缓加国民党没有放弃九二共识 以及和中国沟通的话语权 不过相较过去两次访美朱立伦都有进到白宫拜会 这回确实在AIT华盛顿总部会务政府官员 也让绿营大酸是被降级 我们不给自己评分 不要再被一些错误的标签 什么我们是亲中反美 不爱台湾的政党 完全没有这回事 朱立伦防美想撕掉国民党的亲中标签 但就怕陪了夫人又折兵 记者会来杨越达台北综合报导